今天的缅甸朋友打电话给我来他家里拆包 现在我们来拆几个看看有没有好的翡翠颜色 来收几个 这是一个墨西沙的 现在我们拆开看看是不是墨西沙的料子 个头不是很大 也有所谓的这个大小的料子 铁锈皮的一块墨西沙皮革看起来不错 拿个手电吧 拿个手电 来 整体打电都差不多 有所谓 因为这一面没有洗沙过 这边它是没有表现 打点水看一下 看点水 看点水 铁锈铁锈 一点多公斤 皮静的沙感还是非常是错的 我还听说 Ouch 四个比资 根讶 接着 就这样 geschafft 接着 他 你 куп着 最后 雪 整 natuurlijk � weekends 我好 summar 多少钱这个10号 那这一面呢是洗刷过 它表现相对来说呢 能看到一些它的肿水 这皮壳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秀皮层呢 非常老 6人不多 没有什么大脸 皮壳很紧 这块料产可以弹一下 我们呢再细细的来看一下 看清楚一点 看看有没有别的一些 比较明显的特征 看看它的肉质肿水 还有裂纹 整体看起来呢 没有什么小裂 大裂的话也没有 我们来谈谈价格 这个一样的 这个跟你更没有肿水你知道吗 而且裂更多 这个洗得太厉害了 你看像这边的话 洗了一点打人是打不到表现的 这边没洗过的啊 这边洗过的话 能打算一点点 但洗过了它表现都不好 也是一样 怎么样500 一起吧 什么两千万 好吧 什么两千啊 这种料子 这洗出来的 洗出来的打灯都没 你看 总水都看不到什么的 我好好的 这是放几个 两个多月才到的 什么两个多月 你放一年也是这样子的吗 总水不会变的吧 什么洗一洗 你以为 好的这个料 这个洗出来的 很多都裂了 给它 细盘一下吧 没多大意思 这样子吧 600块钱吧 行 我去拿走吧 行 好吗 好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今天拆包 600块钱收回来料的 下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表现怎么样 那看一下 再来细看一下 它的中水比较鲜 具体的版本是 有一点点黄鹿的 在这边没有洗刷过的话 这边看不到表现 打灯这边上头 我没有 而且 一边 是 一般的 微洗盘 因为它这边洗下的 有那么深 铁盘 就是把你的洗刷了 能不能切出一条手镯呢 我们下一期来见证一下 这一块铁修皮的墨西沙 欢迎大家来到 瑞丽一唱翡翠交流频道 感谢大家的点赞或观看 点点关注 关注下一期挑战手镯